你到这边来,你就点图片,那你就打找一下LCD,应该可以找到很多 其实你待会看一下搜寻的结果,你就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用照片照的,跟透过影像处理完的 其实还差蛮多的,你看真正用照片照会像这样 会像,还有下面像这样 不会那么清楚,至于你看到这种的,总是要用合成比较多 大多数都要用合成的会比较多,因为这样会清楚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你这一台都可以 如果刚刚那个档案,能不能贴到它萤幕上面去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要试看看 你不要挑那个直的,挑直的我不承认 因为本来就四四方方啦 好,所以你要挑也要挑那个有角度的 好,我们看看,这个这么多 应该可以,因为它这个宽度还够啦 所以你可以点下去,点这张图就好了 你这来讲,我们就到这边 编辑,变形,扭曲,对不对 你就可以个别调整,拉过来 这样拉过来 一般因为在一般DM上,尤其是要印出来 通常会这样做啦 就是把你的广告内容啊,或你要显示的 就把它放进去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平均一点 对,如果OK的,我们在上面不是就有一个打勾吗 对不对,打勾 那通常如果你觉得这样看起来稍微比较假一点 你可以把它的透明度稍微调低一些 因为调低一些后面的那个会稍微有没有 就会浮出来 稍微浮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都那么清楚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稍微搭配一下你的透明度 让它觉得比较,看起来比较接近一点 当然这张图不是很适合,因为它旁边有一些白白的 通常我们会挑都是挑那种满满的 挑满满的来做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变形的 那么你看到这个变形的 其实你再来看我们刚刚那个 Lesson 5里面不是还有些变形的方法吗 你真的这一张就把它变成这样四面的 这就不用做啦 因为平常不会这么无聊 哈哈哈 了解一下 我只是给你看一下 其实它可以透过变形去拉来拉去拉来拉去 可以变成那样子 可以变成那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做一个 既然有讲到变形 里面是不是还有个Lesson 4 就顺便练习一下 点进来 这里面呢 你想看看喔 比较简单的 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照相馆 因为现在都不太有人洗那么多照片嘛 所以他们不是要增加很多额外的业务吗 加值服务啦 加值服务 比如我还能给你做马赛 不是马赛克啦 帮你做那个马克杯 或者帮你做T恤 或者是帮你做阅历啦 桌历啦 类似像这样的加值服务 那你想看看喔 假设我有一个这个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logo放到里面来 可以吗 我们杯子准备好 那个logo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用到我们Ella Trader里面的 我们顺便在这边学习一下说 如果你要把那个向量档拿到我们Photoshop里面怎么用 我们先拿着这个来 你把它丢出来 如果你们那个档案开太多会比较慢的啊 你就先把一些 比如说这个用完了不用了对不对 就把它关掉 这样OK吗 你先找到它 来画面还给你 这个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它的完成档 是这样对不对 来我顺便把它丢出来 有没有像是印在上面的 对啦 来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弄进来 我们来从这边 档案里面 有没有叫置入 如果说你要从别的地方叫进来 一般来讲我们 如果你是点正图 我们就直接用开启的就好 可是如果你是像这种向量图的 我们就不会用开启 我们用置入的 好 用置入的 你把它点一下 那你要告诉他我的那个 你看它可以置入的非常多对不对 连点正图也可以 只是说平常我们置入通常都是用向量图 好 用向量图比较多 那我这边找我的电脑 这里 你在这边之后找到有没有叫logo的 我就把它置入 好 置入进来之后呢 你是不是要先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好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等比例的话你就按shift 这样 先调整一下 但是你想看看呢 我有一个杯子 我贴一张贴纸上去的话 它会不会稍微比较凹到后面去 会嘛 我们这样会把它玩进去嘛 所以说 你在这边应该会稍微再扁一点点 对不对 你要想 这是立体的杯子 OK 好了之后你就打个勾 诶 它就进去了 你有发现这样 它才会真正让你看到那个 有没有 不会像刚刚那种锯齿状 但是这样子如果你只贴这样上去 看起来就是假的 你这个杯子没有诚意 那我现在先画面还给你 你先来试看看 我们平常你有发现 只要我们的图层一增加之后 这里有没有都一个叫正常 有看到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课本上讲的6.59 所谓的图层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 那么这里面你如果一按 你有发现有很多 对不对 有非常多 有非常多 那这里面到底应该要用哪一个 你如果看课本的 你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它在讲什么 很难吧 它只能 它只不过是把那个F1里面 可以摳下来 然后放进来而已 因为这样搞不清楚 所以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些图的练习 那么你有发现它上面也是这样 有隔开有隔开有隔开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知道它一定是相同的放在一起 相同的放在一起 那我们稍微区分一下 最简单的 你看 正常跟融解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融解你看课本的就有看到了 有没有 课本6.52页上面右边那个图 第二个图 融解是会变成好像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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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个效果 所以这两个比较没有什么相关性 好我们来看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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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最简单 因为 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变暗 所以你只要套用这一块区域的内容 其实这种所谓混合模式的 它原则上你的图都会变暗 还要了解 下面这一块 对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这里面的 一定你的图会变得比原本还要亮一点 还要亮一点 这样知道意思了 那至于下面这边大你就比较难区分 这边你就比较难区分 不过 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图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 你看 我们用哪一个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用色彩增值 有没有 我用的是哪一块的 是变暗这里面的 你看我套用了之后 有没有真的变比较暗 本来是正常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呢 变成色彩增值 有没有合上去的感觉 其实所谓的色彩增值或变暗这边 它就是说 它会去计算 计算什么 你看我在这里 本来是这个颜色 对白色 后面是不是有比较暗的 它两个就会用什么 用数学的方式去算 取那个比较暗的 那一般来说 我们用色彩增值的感觉 会比较接近 好像印刷上去那种 它会跟后面的这个有点做融合 跟后面这个有点做融合 所以这个你只要变色彩增值 感觉就好像真的是印在上面那种 有光线 因为这个光线是来自哪里 杯子 杯子本来就有这个光线 这样了解意思了吗 这样有没有简单 所以你以后要会调这个 要会调这个 那等一下呢 我们有更难一点的 来画面还给你 你会的 帽子你会不会 帽子可以变这样吧 对不对 如果你要王健民的 你就找王健民的那个 然后把这个丢进来 把它用置入的方式 把那个logo叫进来 它会记住你最后一次的 所以你就不用再找 然后把它置入 好 这样进来太大 对不对 我就稍微缩小一点 差不多了之后 我就按打勾 这样子上去 也觉得好像 没有 好像没有合得很好 所以一样 这个要哪一个 一样的啊 有没有 你看连后面那个限制都跑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效果就比较好一点 那在这边如果 因为帽子有点角度嘛 对不对 就是斜斜的角度 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 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个什么 变形里面 它有个倾斜 或者是你要用那个 这里你就不能用扭曲 因为它还是向量的 所以你可以用倾斜的方式 倾斜 那什么叫倾斜 就是变所谓的梯形 也不算梯形 有点像梯形 或菱形这样子 你可以稍微把它 这边 我刚刚是按到哪一个 倾斜 这样 有没有 你可以稍微调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会有歪一边了 就有稍微歪一边 好打勾 这样就进去 OK吗 这个是顺便了解一下 有一个功能叫倾斜的 你可以顺便用一下 这个 我可不可以把logo 放到这包装上面 有没有 好来我们把它丢下来 好 一样你还是把它置入一下吧 从这边置入 这个先给你自己想办法去凹看看吧 这样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好 那如果好了打勾 那没有问题 反正我已经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用这个嘛 混着模式 对不对 贴在包装纸上面的感觉 贴在包装纸上面的感觉 因为这个logo是属于向量的 就是以拉吹的档案 那么今天你要用的是Photoshop来打开它 所以他当你点了开启之后 他会问你一件事情 你开启之后啊 你的土要多大 土要多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昨天有没有讲过一个叫做解析度的 他直接就问你 你解析度要多大 也就是说 他会直接就先把向量转换成什么 点正 那么如果我们是用刚刚那种置入的 他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 没有 因为他会自动怎么样 等你缩放完了 我们刚刚进来不是就变成缩放吗 对不对 调整那个变形嘛 等你变形完 他才变成向量的 对不对 反正变成点正的 这样了解意思了 这是有点差别的 这个等于是说 你事先要知道你做的时候那个什么 尺寸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的 假设万例太小了 很抱歉 你要再重新叫进来一次 再来调整 所以我们通常啦 向量档案我们会用置入的方式来做 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这个怎么做 既然 你用这个 就没办法让他凹下去 所以我们就把他切开来就好了 切开来 要切开来 那怎么切 来来来 请问你 我能不能把上面这一块选起来 贴纸反正都是贴纸嘛 我把它选起来 要用什么工具比较好选 你会用矩形选吗 矩形要选这一块上面这一块好不好选 不好选 你用怎么选 用多边形可以选 因为多边形的话 其实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参考的 有没有 直线啊 好 你可以用这样 我虽然绕到后面来 对不对 但是 我在哪一个图层 我现在是不是在logo这个图层 所以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选完了 结束点两下 Doc 有没有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剪下来哦 把它剪下 诶 等一下 诶 没有剪下吗 对哦 来我把它剪下来 诶 所以说你如果按右键有一个 在上面按右键有一个 你可以去编辑 编辑内容 有没有 你如果这个一按 它就会打开 以打垂的去编辑它 就等于去编辑那个 那个 logo的那个档案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不要让它继续使用这个 智慧型图层 你从哪里 从图层这边 有一个叫做 智慧型物件 转换为图层 那转换为图层 就是当作一般的图层来用 就跟我们 就没有什么限制了 当然它也就变成所谓的点阵图 就变成点阵图了 所以你把它转换为 转换为图层 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那个不见了 对不对 你不见了之后 你再来用这个工具 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选起来 我刚刚就这个地方忘记了 好 你看这样 对不对 我把它剪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个剪一下 可以用的 因为我们刚刚如果 刚刚这样选 如果你没有转换过的话 它是一个完整的物件 你不能说只用一半 不能只用一半 那这时候我把它剪下来 我再把它做一个什么 贴上的动作 这样是不是就分两半了 对吧 那你就可以针对上面这一半 我们再来怎么样 再来做变形 好 你还用扭曲也可以 好 用扭曲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看 把它稍微拉下来一点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可以来试看看哦 不过你如果拉得太过的话 那个折角这边会没有对齐 所以可能你还是要稍微试看看 要稍微调整一下 要稍微调整一下看看 怎么样把它凹下来会比较平顺 会比较平顺 如果OK的打勾 像这个就稍微太下来了一点 你如果这样移动的时候 会觉得这样卡卡 怎么办 用方向键 方向键 有没有 可以做细条 可以做比较细部的调整 这样OK哦 来我画面还给你 看见 我看我 angled på 试试